杨阳可以说是新生代流量小生,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,2008年饰演《红楼梦》中的薄玉踏入娱乐圈,后来出演左耳受到广泛关注,2016年与郑爽合作出演《微微一笑很清诚》,这股作品让她圈粉不少,杨阳和郑爽两人算是郎才女貌,才子佳人,迎评上的一对真爱私体,大家一直都觉得杨阳和郑爽在一起非常搭。 以至于传出正常是杨阳女友的绯闻,但是在生活中,他俩除了工作上的交集,几乎没有来往,可见他们的关系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。 2010年,杨阳和李进同时被李绍红导演选中出演了《新红楼梦》,分别在里面饰演宝玉和宝钗,之后两人又合作了花开半夏,让网友把两人配一脸的呼声又拉向了另一高度,但是在一起没多久,两人就和平分手了。 但大家对小鲜柔杨阳的感情是还是很感兴趣的。 在大家的满怀期待下,杨阳被爆出和合作新剧的张天爱有新恋情,网友们表示质疑,是为宣传新剧而炒作,但有消息却爆料。 杨阳在拍摄《舞动乾坤》时,对张天爱悉心照顾,擦出了好多暧昧的火花,貌似两人已经开始秘密里交往了。 知道是张天爱后,网友纷纷大喊,太普般配了,我不同意。 如今的张天爱已经27岁,但却保持着青春魅力,甚至窈窕散发迷人韵味,皮肤也光滑提透,没有一丝老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